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随着股市 真心分享价值的Kevin 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美债券ETF 6月份的配息绩效 以及规模推荐排名 那我们就先来看2024年的 最新的美国经济数据 那2024年上半年已经结束了 那不知道各位的投资绩效如何 有没有符合自己的投资预期 那如果呢 你投资美债券ETF 是为了要领利息的话呢 那其实啊 这一两年你应该领到了 蛮多的利息 应该会算是蛮开心的 但是如果说呢 你是想要赚债券的价差的话呢 那这几年的话呢 其实我们都还在谷底 都还没有翻过来 因为毕竟美联储联准会 他们的基准利率都没有改变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 评比美联储在2024年上半年 他们控制通膨的表现 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先看美联储 他们所控制的基准利率 那基准利率呢 其实它自2023年7月份以来 来到了最高值 5.25%到5.5%之后 直到现在为止 我拍片的当下 都还是维持在 5.25%到5.5%的一个高位哦 那这段期间 其实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啊 都一直在发表他们自己的言论 像是一些新闻媒体 他们都会说 联储会的利率到底要不要降 如果你要升的话呢 那就快一点升 如果你要降息的话呢 也快一点降息 现在卡在这个阶段呢 不升不降呢 非常的优柔寡断 那这些投资人还表示啊 如果一直维持在高利率的话呢 那美国的经济啊 肯定会撑不住啊 肯定要步入衰退 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话呢 就是失业率 那失业率呢 它从今年年初的3.7% 到现在最新的公布值 6月份的时候的公布值啊 是来到了4% 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失业率在2024年 其实没有太大幅度的一个上升 而且呢 我们看一下历史的水准 美国现在的失业率4% 对美国的历史来讲的话呢 其实也不是一件 非常高的一个状况哦 那Kevin自己是觉得 美国的失业率在这一年当中 没有大幅的上升 我就觉得算是一个合格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指标的话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 GDP 那GDP的话呢 它从年初的时候呢 是来到了4.9% 现在的话呢 是逐渐的下降到了1.4% 那我们都知道 升息的话呢 会压制美国的一个经济 因为升息的话呢 那些贷款的费用都会上升 就会减少我们这些工厂 或者是一些雇主他们去雇佣员工 或者是购买产品的那种意愿 所以说呢 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GDP的话呢 它从原本的10.9% 下降到了1.4% Kevin我自己觉得 只要美国的经济 没有步入衰退的话呢 那我觉得都算是一个合格的状况哦 那最重要的指标当然就是通货膨胀 那CorePC的话呢 就是扣除石油以及能源那种变动 比较大的因素 它所测量出来的一个核心通膨指数 虽然前面的时候呢 通膨有维持在2.8% 持续3个月的时间 但是呢 最新6月份的数据啊 是已经来到了2.6% 那我觉得通膨的这个控制的状况呢 也是属于一个合格的一个表现哦 所以这边Kevin是想要跟大家表示就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联准会更有信心 当然我不是联准会跟我业配 而是我自己对联准会是蛮有信心的 在他过去这几年的一个表现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联准会 他们对通膨压制 是有展现出他们的决心 这一年来的话呢 有非常多的新闻媒体 都一直在抨击联准会 他们的一个作为 叫做不作为嘛 因为他们不升息也不降息 就一直维持在这个 利率不变的一个水准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的失业率的话呢 只有微幅的上升 并没有因为高利率 所以导致失业率大幅的上升 美国的经济数据呢 GDP也没有因为高利率 所以导致的经济呢 易落千丈 还是维持在一个正增长的一个状况 那核心通膨的话呢 也是有逐渐来到他们2%的目标 前面出的2.9%下降到现在只有2.6% 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在 往好的地方迈进 所以如果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是那种 零利息的那种投资人的话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赚的盆满钵满 虽然那个利率是还没有调降 但是我们这段时间赚的利息 应该也是不差的 那其实Kevin今年最担心的就是 连准会没有扛住这些压力 马上就开始进行降息 结果导致呢 通膨反弹 然后他们又升息 然后通膨下降 然后他们又降息 然后通膨又反弹 这种反复升降的这种窘境 因为这以前在美国历史当中 是有出现的 那时候就是美国的一个大通膨时代 那时候核心通膨 CorePC一度来到了10% 非常非常的高 那基准利率呢 也一度调升到了22% 我们现在基准利率是5%左右 那时候的基准利率是来到了22% 他直接将美国的经济 还有全球的经济 都打入了衰退当中 所以联准会呢 他们表现出了他们的决心 他们没有受到这些新闻媒体 或者是投资人的影响 依旧表达他们的决心 持续的抗通膨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那这边还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2024年3月份的时候 联准会其实他们的报告当中就有讲到 如果今年通货膨胀 CorePC有降到2.6%的话呢 那他们12位官员的 利率预期的那个中位数 是觉得利率可以来到4.75%到5%之间 那我们现在的CorePC是多少 是已经来到了2.6% 所以今年呢 下半年只要通膨都保持着不变 那今年美国的基准利率 在年底的时候呢 降0.5% 我觉得几率是蛮高的 而且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到 联准会他们在6月份的那个F2NC会议 其实他们有表示 他们觉得今年CorePC 应该只会维持在2.8% 结果马上被打脸 今年的通膨真的是超预期的下降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的美国利率预期 那现在美国利率局货交易市场预期啊 在年底2024年12月18号的时候呢 利率会来到4.75%到5%的几率呢 是高达了42% 那降息1码也就是来到了5%到5.25%的几率呢 则是31.1% 那完全不变的话呢 是6.4%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发现到 现在市场上预期 联准会在年底的时候呢 最少会降息2码 那几率的话呢 已经超过了6成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 美债券ETF的规模推荐排名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表格 那上面的话呢 就是属于美国公债ETF 那下面的话呢 则是属于债券ETF 也就是一些公司债券 以及金融债的部分 那这个表格当中呢 是没有包含像是中国的债券 或者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债券哦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表格的左边 那左边的话呢 是属于他们的规模排名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属于代号 以及他们的一个基金的名称 那右边的话呢 就是属于资产规模 以及受益人数 他们在6月份的时候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当中可以发现到 00679B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ETF 以及00687B的 国泰20年期的美债ETF 他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 他们的资产规模的月增啊 都已经超过了百亿台币哦 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到00679B 他的资产规模 已经破了2000亿台币了 是属于美债券ETF当中呢 资产规模最大的一档ETF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收益人数 那收益人数的话呢 也是属于00679B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ETF 他的收益人数是最多的 已经超过了334074人哦 那第二名的话呢 则是00687B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ETF 他现在的话呢 则是224809人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00687B 他一直在追赶00679B的一个受益人数哦 他的月增人数的话呢 是来到了11341人 那00679B的话呢 则是只有2183人 好那这两档ETF就是美债ETF当中呢 最夯的两档ETF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ETF都是有收益人数减少的一个状况哦 那这边Kevin觉得是 可能是因为这两档ETF非常的夯哦 所以就导致了其他的美债ETF的投资人啊 就把他们的投资啊 转移到了这两档ETF上面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 现在台湾的0050啊 他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夯啊 2024年上半年 他的绩效已经超过了38% 如果你把利息也算进去哦 就他的配发的股息也把它算进去的话呢 0050他年初至今的绩效啊 已经超过了40%了 那我们都知道 投资商品之间啊 是会互相的去抢夺投资人的一个资金嘛 所以呢 如果0050他的绩效这么好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使得美债ETF的投资人 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说 哎 啊这投资股票都赚这么多钱 我还在投资美债ETF 哎这几年完全没有赚到钱了 因为基准利率还没有下降嘛 所以投资美债ETF完全没有赚到钱 就会可能使得这些投资人啊 转而去投资股票型的ETF哦 那不知道荧幕前面的各位 有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卖出自己手上的美债券ETF 转而去投资股票型的ETF呢 如果你是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加1哦 那我们从这些 受益人数 逃离的美债ETF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有一档ETF啊 他逃离的最多啊 他已经减少了4000多的受益人数 那就是0093EB的 同一美债20年起的ETF 那有原本就是投资这档0093EB 美债ETF的投资人 后来卖出去啊 那如果你是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你会卖出0093EB哦 那这边还有一档ETF值得注意 那这档ETF就是0083EB的 星光美债1-3年的ETF 他的资产规模啊 我们之前已经有提到了 他已经有好几个月啊 都是低于400万台币的 那他现在呢 已经有近30个交易日呢 规模低于1亿元 所以呢 他已经面临了 清算下市的一个状况哦 那我们现在呢 就对00831EB说了一句 真重再见啦 以后你就看不到他了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 债券ETF的规模以及推荐排名 那债券ETF的规模增长 最多的就是00937B的 群益业居 头等债20加ETF 他的规模增加了124亿台币 然后呢他的受益人数呢 也在6月份的时候呢 突破了296725 接近了30万的一个受益人数 是非常的多啊 那受益人数第二多的就是00933B的 国泰10Y加金融债ETF 那这两档前两名多的债券ETF啊 他们都是在最近这一年 才刚挂牌上市的 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们的热度真的是一直持续的保持下去啊 那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到其他的债券ETF 他们的受益人数啊也是一样跟美债ETF一样啊 都是有出现非常大幅度的下降 除了非常夯格纳几档之外呢 其他的受益人数啊都是一直在瑞减的哦 那这边我还要跟大家提到 有两档ETF是在最近才挂牌上市的 那分别是00942B的台西美A公司在20加ETF 他是在4月18号的时候呢挂牌上市的 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他还是在属于蜜月期的啊 他的受益人数的月增数还是有超过5000多人哦 受益人数还是一样稳步的上升 那另外一档的话呢则是00948B的中性优先投资级债ETF 那这档ETF的话呢则是在6月12号挂牌上市的 好那我觉得这一档ETF啊现在是属于热练期啊 他的受益人数啊在挂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 就已经超过了00942B哦 他的受益人数已经来到了35,466人 那讲到中性投信发行的ETF 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另外两档ETF啊 分别是00772B的中性高评级公司在ETF 以及00773B的中性优先金融在ETF 那这两档ETF如果你有关注我的频道 你一定记得我一直在提及这两档ETF 这两档ETF啊在过去这几个月三四个月啊 每个月他们的受益人数啊都是在持续的减少 那我觉得这对中性投信来讲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情嘛 所以中性投信呢才会紧急的推出了中性优息投资级在ETF 希望可以抢占这个债券ETF的市场 那这两档ETF你会去投资哪一档ETF呢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美债券ETF在6月份的 绩效以及配息排名 那我们依序来介绍这些栏位 那左边的话呢就是属于月绩效的排名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属于他们的基金的代号 然后呢是属于他们基金的名称 那市价的部分的话呢就放在旁边这一边 那基本上都是50块钱以内就可以购买到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属于他们内扣费用 以及存续期间 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属于2023年整年度的一个内扣费用 所以如果他是光挂牌上市的 那他就是没有内扣费用哦 那如果你要选择那种对利率比较敏感的那种债券 或者是美债ETF的话呢 就要选择那种存续期间比较长的债券哦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旁边 那旁边的话呢就是属于他们近世纪的累计配息 以及近世纪的殖利率 那这边的话呢大家都可以自行来参考 好那我从这个表格当中呢我也发现了几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长天期的美债ETF 他们在6月份的一个月绩效啊是非常的不错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利率预期的一个上升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在今年度最悲观的时候啊 市场上预期美联储只会降息0.25%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哦刚刚的数据 联准会的话呢今年降息0.5%的几率啊是大幅的上升哦 所以呢这就使着那种对利率比较敏感的长天期的美债ETF 他们的月绩效就出现了大幅的增加 那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发现到 对利率比较不敏感的短天期的债券ETF 他们则是一直表现的非常的稳定 不管利率怎么的波动 长天期的债券ETF再怎么样的去闹腾 但是呢短天期的债券ETF 他们就是几乎不受影响啊 然后整年度的寒息绩效啊 依旧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ETF包办前几名哦 那整年度的绩效最优异的就是属于 00831B的新光美债1-3年ETF 这一档ETF你应该还记得吧 我们刚刚讲到哦 他已经要面临下市清算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就算这些ETF 他们的绩效再好啊 没有投资人要投资啊 他还是要面临清算的一个下场啊 那另外一档ETF像是00864B 他也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ETF 他的绩效除了是前三名之外呢 他内扣费用也只有0.19% 而且呢他也没有练临下市的一个风险 那像这种低波动以及低费用的ETF啊 就很适合那种追求报酬稳定的投资人哦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债券ETF的一个排名 那债券ETF的排名 他的绩效最佳的几名 依旧是属于短天期的债券ETF 但是呢他有冠上另外一个特性 那就是飞头等债 我们前面就有提到 今年美国的GDP都是属于正增长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是还没有发生经济衰退 所以就会导致这些飞头等债的公司啊 他们的违约几率就相对来讲比较低 然后呢飞头等债呢他又配发比较高的利息 再去加上这些又是属于短天期的飞头等债ETF 所以呢他们的一个配息啊就非常的优渥 就使得呢他们今年度年度至今的一个绩效啊 就是排名在前几名的哦 那从这个表格当中还发现到另外一个情况 那就是高评级的公司债ETF 那因为这些公司呢他们都是属于高评级的 所以呢他们的配息就比较差 再去加上今年上半年 基准利率都没有变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些高评级的公司债ETF啊 他们的一个绩效表现 年度至今的绩效表现 几乎就是完全没有变动哦 好那关于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 我都会放在下方的字顶留言栏 以及资讯栏当中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并且觉得Kevin的内容也不错的话呢 可以不用填写 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的进行下载啰 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 真心分享价值的Kevin 那我每周都会在这边更新一些投资知识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那Kevin持续输出不易 Kevin非常需要你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我来看你记得了哦 为什么要再复习呢